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就不相信 我根本就不相信他们两个真的会在一起 我觉得他就是来找一个女孩骗我的 这个女孩 他想要多少钱我可以给他 而且 就算他们真的在一起了 但是我还是 还是想要说出我自己心里的话 你男朋友叫什么名字 叫王贝德 你什么时候发现他有新的女朋友 我们分手之后就是我每天都在跟踪他嘛 你不知道跟踪人是违法的吗 我没有办法了呀 你都看见了什么 我每天都会跟踪他 他不会去见别的人 也不会去相信 没有去相信 也不会出去玩 在我跟踪他的这段时间里面 我什么都没看见 我什么都没发现 后来他说 你不要再打扰我的生活 我已经有女朋友了 我说那好啊 我说那让我看你女朋友嘛 我要证据啊 好 那你过来嘛 我在那个他们家附近的咖啡厅 我到那儿了 确实真的有一个女孩在呢 他们还很亲密的样子 但是我觉得那就是假的 我根本就不相信他们两个真的会在一起 我觉得他就是来找一个女孩骗我的 很自我 跟踪是违法的啊 你除了跟踪之外 你平时跟他相处的这两年当中 你在家里干什么 我在家里玩啊 他养着你 不是啊 爸妈离异了 但是他们每个月都会地时的打给我钱 这个钱足够于你 不工作也可以在家里活得很好 足够了 而且王梅德说 他觉得我这样挺好的 挺好的 很好他为什么要跟你分手 自从见了家长之后 我爸妈说 门不当户不对的干嘛要在一起 但是我从来 我真的真的从来都没有嫌弃过他什么 在这之前就没有任何征兆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对他那么好 我们在一起两年了 我觉得我们可以一直的走下去 只要他跟我在一起 无论怎么样都可以 我不能失去他 因为我觉得没有了他 我就会活不下去的 哪怕他的女朋友是假的 只能说他和你分手的决心是非常的铁定的 不 我完全反对 我觉得是这样的 越是他要用这样的方式跟你分手 就越说明他自己是下不了决心的 他放不下你 所以赶紧拿一百事来 假装他强大 要不然他根本没法直接的拒绝 女人最不能接受什么呀 我觉得你们说的这个最大的问题 他有一个最致命的问题 他不知道他自己错在哪 他可能恰恰以为自己做的没有过分的事 在这个男人的眼里以为这是一个致命的问题 他没法容忍这个问题 跟他在一块这个问题 他不知道自己错在哪 他不知道自己错在哪 因为他根本就没犯什么错 因为我们现在听的只是他的一面之词 他说我没有错呀 我还这样那样呢 他肯定是有问题的 这个男生才会跟他分手呢 你是一个无所事事的女生 是一个有钱养着的女生 那对于他来说和你在一起 他是没有什么发展的 那我也可以养他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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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个男人来说 不需要一个女生去养他 他需要是自我价值的实现 他跟你在一起 你觉得是真爱 他也觉得是真爱 但是别人看他就是吃软饭的 哪个男人受得了这种 我养你呀 王子在表达自己的事件 自己的情感的时候 一直在看着地下 也就是说你在沟通的时候 有一些障碍 他肯定是自己的 他肯定是自己的 是的 胆子